这天深夜 阿美和阿花结伴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这时一个长相猥琐的男子 走在后面悄悄地尾随他们 就在阿花回头的一刹那 瞬间惊呆了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学校的数学老师老王 这时阿美就问老王有何贵干 为何在深夜跟着他们 于是老王就狡辩 说自己也是走这条路回家的 没有其他想法 阿美听后就表示不信 一把抢过了老王的手机 并且在手机中 发现了很多无法启齿的照片 于是阿花就表示 要报警揭发老王 除非老王跟自己走一趟 老王听后 只能无奈地服从 两位女学生的安排 任凭两人摆布 就这样 三人来到附近的旅店 阿花和阿美 这让老王交出明天数学考试的答案 老王听后就表示此举有违失德 自己是绝对无法服从的 于是阿美和阿花就对老王开启威逼利诱 并且威胁老王 要是不从的话 就让老王丢掉工作 面对两位女学生的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老王最终只能乖乖就范 交出了数学考试的试题答案 几个小时后 三人离开旅店 阿美和阿花 也对老王的付出表示感谢 并且再一次威胁老王 以后必须无条件服从 随叫随到 看着两位女学生离去的背影 老王的内心十分后悔 但是已至此 也无计可施 只能好好享受当下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